新年转弯未来的科技趋势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是在全球减碳风潮所推动的电动车发展 从燃油到电力转型的下一步 要如何导入AI人工智慧 让车子更聪明 这是现今全球车厂边加必争的关键 我们台湾就有两家受瞩目的新创公司 成功将人工智慧导入了车用市场 因而接连拿下了美国消费电子展的新创大奖 其中这位女董作江玉贤 创业前她是台积电的工程师 因为自己喜欢开车 技术又不好 所以希望研发出AI供价可以开得更安全 另外还有这一位 有台湾晶片圈马斯克之称 她是刘俊成 创业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研发了AI晶片一鸣惊人 隔年却面临了员工集体离职的危机 又因为这个晶片 省电通用在不同产业的强大优势 成功的谷底翻身 写下一页传奇 他们都在全球最激烈的战场上 竞逐交出骄傲的成绩单 继续资深记者黄碑如和魏国旭 要带我们前进到有科技风向球之称的 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2022 来感受台湾串新科技世代 如何在全球舞台发光 今年的展期呢 因为Ormikon的病毒肆虐北美 所以缩短变三天 还是吸引了2300家的厂商来参与 究竟AI智能车未来 台湾要如何掌握先机 一块了解 赛车互相而过 时速动辄飙破200公里 高速过弯成功奔驰 让人心跳加速 但其实这场比赛车内没有赛车手 场上赛车竞速 靠的是最新的自动驾驶技术 始无强力的高速自驾车挑战赛 首次在美国科技电子展CES举办 最后夺冠的德国团队 平均时速达到218公里 一位无人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写下历史新页 专场内科技车款随处可见 任无人驾驶也是CES2022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 驾驶商机来势汹汹 台湾当然也没有缺席 你这个时间够久的话 他觉得说你之前得到他看 有在朝一个就是Core Pilot 叫做人车工架的系统研发这样 什么是Core Pilot 就是就好像你在驾驶人在 在开车的时候 那机器人其实也帮你一直在看路况 就侦测到手机来讲面话 这里就是让你赶快专心 专心驾驶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导入AI 让开车变得更安全 而当初会切入智慧车领域 他的执行长将一些笑说 其实跟自己喜欢开车有关 我自己是蛮喜欢开车的 虽然我的技术老师说 其实没有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系统 才能帮助我 很多AI他们其实 他们的解决方案 其实是用云端的电脑去算 但是在车内 其实它不允许这种环境 因为你想就是 你如果把资料传到云端再载回来的话 那这样中间的延迟 就可能车子都已经开了 要不晓得多久了 驾驶的脸部特征 眨眼速率 睁眼大小 都是AI判断驾驶异常的指标 这个新创团队 由前台积电工程师组成 除了瞄准车用眼球经济之外 你不能过今天说做两个模型 一个是西方人的眼睛 一个是给东方人的眼睛 因为毕竟西方人本身 他也有眼睛小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变成说 你这个机器要很聪明 比如说我的眼睛全开 一公分叫做全开 但是有些人的眼睛全开 它其实是0.8公分 有些人是1.3公分 所以说让这个机器在出厂之后 能够继续去学习 去适应这个消费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服务都是以你为中心 然后为你打造一个完全客制化 而且是个人化的生活 AI深度学习后 对于不同人种路况都能精准分析 国内外大小市场都是目标客群 而相关的应用车款已经online 业界接队 目前这台自驾车是在长庚养生村营运 就是说它有在接驳A区到C区上坡跟下坡中间的长一整 那为了整个营运的安全性而言 所以我们对于安全驾驶也会安装这个DMS的设备 它做DMS driver monitor的system 那可以来监测安全驾驶是不是有一些疏忽 没有在注意整个系统的状况 那我们把这些记录把它记录下来 自动驾驶不只留意车内情况 更向外往周边智慧城市延伸 自驾车商机从系统软体到硬体建设 台产供应链已经有成熟技术 所以L-Liro到L-2这个阶段 比较是一个教导跟辅助 就像你在开车旁边有一个人 在帮你看着你的开车行为 如果你有疏忽的地方 他就会提醒你 这叫辅助驾驶 那L-3你知道它就是会帮你控制 那L-3就是部分的自动驾驶 L-4L-5就是那种全自动驾驶 在台湾的话中心巴士已经有导入 然后还有我们跟鸿海的MIH 对这个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鸿海投资我们 然后在日本我们现在的市占率还蛮高的 日本的四大市场像Toyota以上 MTBC和汉达 我们都有透过台达电的子公司打进去 这家拥有台湾晶片圈 马斯克之称的AI晶片新闯公司 同样抢进自驾车市场 但传统晶片多了AI究竟是什么概念 又为什么跟车子结合呢 更难因为车子它是及时性要求很高 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车祸发生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零点几秒就发生了 所以你的判别速度要非常的及时 然后要更准 其实AI它很容易赢人类的 就是像这种围棋啊 就是已经有规定好的制度 然后大家都遵守制度 可是在车子里面 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 人开车有时候是会不按规矩去开车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AI在车里面比较大的挑战 人在防疫旅馆跨海CES连线的是AI晶片的推手刘俊成 他研发的低功率AI晶片 也是市场罕见用电池就跑得动的AI晶片 而且还能跨越使用 从这位门锁 水表到家电 汽车安控 同款晶片都相容 一张晶片打天下的特性 投资者也是心慌意义 开上新创成军7年 资本额已经超过1亿美元 包含鸿海 华邦店 台达店 高通 阿里巴巴 香港首富李嘉诚等都是合作伙伴 自动驾驶的无人运聚 从电影科幻开进你我生活中 在Google 特斯拉 苹果三强竞争下 掀起的移动革命 台湾从自动驾驶到智慧驾驶 每一步的创新都要让世界惊艳